演講期間,我們會將各位調教為靜音 歡迎各位參加今天的講座 我是今天的師儀陳雅雯 今天的講座是由香港中華文化出進中心主辦 是禮行天下文化傳承計劃 第二年度的禮文化學術講座 其學語教分享的第二場講座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是主任盧明東教授為我們主講 題目是禮記於現代健康生活的方式 香港中華文化出進中心 自1985年成立 是一個非貿易詞詞團體 一直以來以推廣和弘揚中華文化為目標 三十多年來曾舉辦多個備受 學界認可社會人士好評的活動 例如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文學之星比賽 香港傳承歷史文化活動 和奔奔有禮文化學習計劃 2008年成功申請 特區政府的活化歷史建築訪盤計劃 活化黎智各醫院為遙中義文化館 成龍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助 2020年底 中心推出禮行天下文化傳承計劃 蘊禮文化的核心價值 計劃為期兩年 對象涵卻全香港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學生和老師 推及家長和工作 合身主題分別為 鼓禮金融、推禮塔人 共榮於禮和禮行天下 接下來請今日主持 前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唐歐二汶女士為我們介紹 鼓禮教授的主題和講者 有請唐女士 盧教授早晨 各位嘉賓 各位教育界的同工、朋友 早晨 在這裏我們要再次多謝 這個盧教授 他在四月中的時候 曾經是和我們擔任 這個禮行天下 學術講座的演講嘉賓 事隔半年 盧教授又應我們的邀請 再次擔任我們的嘉賓 很多謝你盧教授 盧教授是中國經學的研究專家 他尤其是對於禮記的研究很深入 還有有很獨特的看法 我知道盧教授近年 他亦都是研究東亞文化的 譬如中韓儀學比較 中日韓蒙學 以至朝鮮加訓 我們很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都會有機會聽一下 盧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盧教授除了做學術研究 在大學裏面任教之外 盧教授非常關心 香港中小學的課程法治 在今年的九月 盧教授是被委任為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委員 恭喜你盧教授 也都非常多謝你 盧教授同時是行政長 觀察業教學長 督導委員會的副主席 還有是評審工作小組的主席 他也都擔任香港考評局 中國語文教育考試委員會的主席 剛才我提到 在今年的四月中 盧教授曾經和我們 擔任一節的專題演講 當時就是以禮記中的兒童禮 及現代意義作為講題 他帶我們去探討 兒童在成長階段 經常會出現的一些行為狀況 以及我們怎樣透過 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培養我們的學生 個人修養和人世關係 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面 疫情的影響 學校就停播 但是學生就沒有停學 無可否認 這種學習方式 和整個社會的氛圍 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他們在身心健康那方面 都有一定的影響 突如其內的事情 究竟我們怎樣去教導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學生 甚至我們自己 是可以用很正面 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原來在禮記裏面 是有啟示的 今天盧教授就以 禮記與現代健康生活的方式為題 和我們一起去探討一下 究竟禮記與現代生活的聯繫 是怎樣的 請盧教授 好 多謝唐太的介紹 各位線上的老師朋友 早安 很高興 可以亦到中心 受到邀請 講有關於禮記 和今天健康的課題 其實講到健康這個課題 我相信大家 在今時今日 是非常關注的 但是即使 沒有疫情底下 過去古人的生活 以至今日的現代的人 我相信健康都是無價寶的 我們沒有健康 就做不到什麼 我相信在這個時間 大家都應該吃了一個很豐富的早餐 準備一日的健康的生活 其實聯想到這個題目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不管在過去學術裏面 或者在課堂講學裏面 基本上很少提到從禮記裏面 看到現代健康的生活 當然 我重新再翻閱禮記一次 我發覺其實裏面 有很多的啟示 可以讓我們今天借鏡的 當然 大家很可能就會問 第一個問題 禮記 據大家的認識 很可能只是一部禮書 介紹禮的意義 禮的儀式 和健康究竟有什麼關係 而我們當中又如何聯繫 所以我們就會在 有幾頁的資料 首先介紹禮記從何 可以和我們現代的生活 和我們的健康有一個聯繫 我們知道禮記這一部書 如果我們撇除大學 中庸 我們知道大學中庸 本來是屬於禮記的 後來就先是由於珠希的 一個推崇 才放入四書裏面 如果我們包括大學中庸 就有四十九篇 但是這四十九篇裏面 你會問 我 那個作者究竟是誰呢 其實現在我們 當然有些我們可以做一些的推測 基本上我們都很難說 首先它不是一個人所寫的 又不是一個地方所寫成的 而是 不是一時一地 一人之作的瑜伽點直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今天我們看四十九篇裏面的作品 你見是很旁集的 所以 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看曲禮 彈弓 裡面是一段落一段落 段落與段落之間 可能這個意義 單從表面來看 不是有這麼大的聯繫 當然如果我們做一個深入的分析 其實當中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那麼這些的材料 其實由我想在春秋戰國 慢慢是累積 去到看初的時候 就有一個加以一個整理 但是這個整理 並不是說原先說 沒有任何基礎底下 就寫一部的書籍出來 而是 因應過去和當時 有關一些禮儀的儀式 從而作一些解釋 加以整理編排 而成為禮記這部書 所以單從我們現在看的 禮記其實 不是那麼單純的 它的內容 也那個體系不是那麼統一 觀點也不是那麼統一 所以我簡單說 它不是一個很嚴格 整理過的 精密過濾過的內容 是比較狂雜的 那麼你就會問 這麼繁複的內容 繁文玉節已經是很難學習了 那麼我們怎樣可以從裡面 啟蒂我們現代的生活 以及對現在的健康 帶來一些的看法呢 禮記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那麼如果大家在講義裡面 就可以看到 我用一個highlight了一個全真 兩個字 而這個全真 是我們古代生活記錄的全真 剛才我講過 由於它不是經過一個很精密的過濾 或者一個嚴格的整理 於是乎很多古代的生活的 一些的形式 它往往是保留了它那個圓馬 而且這些的紀錄 是往往是和人的生活起居 是很有密切關係 我們所謂的西微的末節 都記錄了在例記裡面 那麼跟現代生活關係是怎樣呢 始終相差這麼長的時間 應該有很大的距離 人的起居生活的方式 都有變化 那麼這個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我問大家 健康 我想古人重視 我們今天更加是重視 只不過我們重視的方式 或者個方法 以至我們今天的科技的發展 醫療的進步 以至出現了個差異 但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其實這個原則是不變的 因為我們都希望有好的健康 這樣才在這個基礎底下 我們才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禮記裡面 在生活紀錄裡面 是記載了很多當時的人 怎樣可以維持自己 一些健康的方式 而這方面也是我今天 在裡面找一些材料出來 跟大家分享 講一講我最近一些的看法 或者也可以講一些研究的成果 但不管如何 我們希望把古今的生活 是一個有效 或者是一種的確實 是真的能夠聯繫起來 不是硬要聯繫 而是可以用到 行得到的 從而能夠融貫古今 乃 ext 機不是一個醫書 而我們對健康的這些詞語 很可能有一種 一般的看法 使律這種解法 特別今天 如果我們感染疫情 Wenn案 information 在今 我們談論之前παfeed 接種疫苗,或是去醫院,或是吃藥 很集中於我們的體格和身體方面 一種的維護,或是一種的照顧我們很好的身體 這一種的身體,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在學校讀書,對於我們的身體關懷 如果我們有病,當時也不是經常去醫院,或是去看醫生 我們是去吃乘藥,而學校方面,不管是小學、中學 其實在這一方面,不是有很多的照顧 因為個人的身體健康,小朋友的身體健康 很多都是由家庭方面,家長方面來管理 真是學校的,真是教我讀書識字,或是紀律方面做好些 但當然,今天已經是不同了,不管小學、中學 我想是很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科程 或者是有些機制來維護我們的小朋友 還有我們的學生的身體健康 以至我們有時經常說,開闊是身體健康 其實更加重要的,可能是我們的身心 我們精神上,心理上的健康 以至同學之間的學生,他們的社會生活 一種的人際的關係 或者我們成人也好,我們經常都會受到 生活上的壓力、情緒有波動 其實在這三方面,大家看到這個圖裏面 身體、精神、社會生活 都是我們健康的條件 大家在簡報裏面,亦都會見到 WHO,就是我們說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它成立之後,對於健康的定義 它是怎樣看法呢? 當然,它是很希望全球的人 所有的人都能夠獲得高水準的健康 這是它的目標 丸子,我們說在上一個世紀 1948年4月7日的時候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紀錄 如果我們是要健康的話 是否純粹就說我們身體患病 或者身體不舒服,我們看醫生 或者身體比較虛弱的 我們消除了這個虛弱 這個就是健康呢? 這個當然是的 我們承認,這是一個體格 但是在它的紀錄裏面 亦都指明一點 就是精神,以至是社會 一種完全健康的狀態 所以正如我所說的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的 這個原因 包括了三方面的內涵 身體,精神,社會生活 這三方面 好,如果我們有這一方面的認識 我們重新再閱讀禮記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有很多的方面,身體是有的 但是涉及到精神,心理,以至社會生活裡面 其實是有相當之寶貴的材料 有很多的可以提供給我們 個人的一個啟蒂 在我們教學方面 在我們整理一個單元 或者組織材料裡面 可以幫助我們 滲透入一些中環文化 和禮儀的內涵 大家可以看到簡報 在上面 我們看到禮記究竟是甚麼書 正如開始的時候 相信各位老師或朋友都知道 我們都稱為禮的書籍 他亦都不是和中醫的醫書 他不是一部的醫書 這是我們肯定的 但是即使他沒有這種聯繫和掛勾 他當中是否沒有一種我們說 和健康的成份是有關的呢 我們中醫經常說到就是養生 我們說到食療 以至我們說起居生活 我們都有一個良好的習慣 其實這種都是我們健康的 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以至說未病的時候 如果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強健的體魄 我們基本上就不需要再看醫生了 所以不要有病之後 最好他的觀念 不要有病之後 你就說求醫 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是一個醫學 而是我們在起居生活裡面 已經是避免盡可能減少 患病的出現 這個就是我一個從這個 例記的角度 來講到健康的方式 有人會問 他明明是一部禮書來的 為什麼他要講這麼多 起居生活和健康生活有關的知識呢 那跟儒家的觀念 概念究竟的關係在哪裡呢 我想我一定要講清楚這個問題 否則我就沒有辦法再開展 他怎樣從身體 從我們的心理方面 以及社會方面 來對我們的體敵 我們讀禮記 在49篇裡面 我想過去很多都會介紹 婚禮 或者四月的時候 我也有介紹過 觀禮 或者一些很具體的禮儀儀式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篇章 大家很可能是忽略 或者比較少閱讀的 因為婚禮 你說婚禮的 和現在很密切的聯繫 觀禮的 是一個成人禮的儀式 亦都是很密切的 但是儒行 就是古代的一些儒心 他們的行為 跟我們現在 好像不太密切 但是不是的 我們在裡面 我們是能夠看到 他要保養 或者養好自己的身體 其實他有一個目標 和行道方面 是有一個目標 這一篇裡面 其實就是 魯埃高和孔子的一番對話 當時魯埃高問 我們現在的儀身 是穿什麼衣服的 當時孔子就說 其實入鄉隨俗 穿什麼衣服都可以 我們沒有指定的 一個儀服服的 在儀行裡面 是這樣說的 他說 你們平時做些什麼 孔子就說 很困難的 即使你會了值班的人 我也說不完 但之後孔子就說了一些說話 他說 我們這些儀身 我們這些讀書 正如桌上的 一些美味的食物 品代你們品嘗 我們有良好的品德 希望你們賞識 以致我們不斷讀書 追求學問 我們希望有一天 能夠幫你們治理天下 雖然我們碰了很多困難 但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堅持 我們有這種價值觀 有這種做法 其實很希望有一天 國軍能夠拼用我們 在這一點裏面 如果我們有這個前提 當我們再看這個簡報裏面的材料 你就會明白到 當然他平時的 舉字的都很恭敬 很莊嚴 說話都很順手自己的承諾 走路又不會靠左靠右 都很中正 不要走一些很危險的道路 他說 道徒不爭險以至零 我們現在行山 我們都找一些大路而行 如果走一些捷徑 雖然是快一些 和便利一些 其實都有個危險 危險 如果你走過一些不好的路 捷徑 很可能就會失足 自己就沒了命 冬天夏天 當然每一個人都希望 冬天找個和暖的地方 很熱的時候 就希望有個涼快的地方 所謂陰陽之和 一個比較適合自己身體 溫和的地方 但是他不會爭 為什麼不爭 因為其實每個人 人之常情都找最好的地方 來安對自己 你和別人爭就容易起爭執 為什麼他好像很畏懼 其實不是畏懼 當然禮釀是一個考慮 另一個考慮就是 他要好好保養自己的生命身體 愛其死以有待也 這個死不是死亡的意思 是生命的意思 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對自己的未來 是有盼望 是有期待的 所以很好 療養好的自己的身體 養其身以有為也 這個有為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是期待國軍 期待有人知道我的學問 知道我自己的品行 於是是任用我 證明好像今天這樣 很可能我們讀很多書 我們畢業 一下子未必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際遇 但是在我們心目中 是應該有一個期盼 這種期盼 我們會覺得我們的理想 是會有實現的一日 有這個期盼就是一個基礎 不要那麼容易 將自己的身體受到損害自己的身體 我們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這樣吧 這個是愚者的身份 愚家認同自己 以至就是從品德個人的培養 以至貢獻家庭 社會 以至是國家 所以從這一點方面 我們就會明白 為什麼在禮記裡面 它是記錄很多生活的知識裡面 跟我們對自己的身體的保養 或者一些食療 或者我們怎樣療養 簡單的知識是有密切關係 為什麼它要記錄這麼多 因為它有個理想 有個盼望 就是我們要好好對待 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們有了這個基礎 我們再深一層這樣想 因為禮記不是一部的醫書 是涉養之書 涉養就是我們療養 養生的書籍 裡面倡用很多健康生活的方式 如果我們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它這一種的做法 是否可行和合理呢 中醫當然有很多的 中醫的古蹟 也有很多的材料 我記得我在二十多年前 開始在大學教學 我最初的時候 當然我會在中文系 講習一些過程 特別是禮記 或者一些古蹟 我亦有去到中醫藥學院 教授醫古文 就教中醫藥的學生 是讀一些和醫學有關的古文 一教就教了差不多有十年 當時 其中我印象很深 有一篇就是 我們說原來有一位中醫醫師 叫做朱振興 我們經常稱呼為朱丹契 丹契 因為是毫丹契 他寫了很多的醫書 其中一部的醫書 是很有名的 我截取了其中的一段 和大家閱讀 這個資料是來自他的 丹契心法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可以見到 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 不讓涉養於無疾之先 大家應該很容易理解的 你有病的時候 你生病之後 你先看醫生 你先吃藥 他的意思是 不如沒有疾病的時候 你很好養生 懂得養生之道 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不要等疾病出現 因為當有疾病出現 你就入藥 你就吃藥 其實是一個徒勞 為什麼說徒勞 因為當有生病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已經受到破壞 有傷害 所以如果 你有病的時候 你之前不好好 一種 摄養自己的身體 好好養生 這個是醫家 或者是醫學處理的 因為你要看病的了 但是如果你之前 未病之前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這就是養生之道 所以大家看到 我用藍色的筆填了去 筆字已病 字未病 我們一個健康 其實就是沒有病出現的時候 我們應該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這是古代的中醫師 朱丹溪給我們的一個中國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有人問他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 不治已病 治未病 他就很簡約 很直接 跟我們說 飲食有節 跟我們起居飲食有關的 我們吃東西 喝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個節度 不要暴飲暴食 當然現在在商業社會裏面 或者物質都比較豐富 我相信大家 線上的朋友 很可能 都未必一定經常 都一定去過吃自助餐 因為什麼都有的 小朋友又很開心 去到吃 但是自助餐 很多人說 我要回本了 所以不斷不斷地吃 從而反而對自己的身體 造成一些傷害 我們飲食要有節度 還有他講到 朱丹溪講到 起居有償 我們今天你們幾點起床 大家都好十點 就要來準備了 進來春來聽 相信可能你們八九點 都要起床 晚上有幾點睡 起居有償 這一點 遵遵然以養生為急務者 這個養生就一個重慰性 所以他告訴我們 不要等有病的時候 你先看醫生 你平時養生 養生怎樣做 就在飲食方面 在喜居方面 應該有一個正常的一個制度 這種種就是 當我在禮記掛掘一些材料 和大家分享 和大家理解的時候 先有一個基礎 才可以 我們可以 理順 就是我講出來 就明白為什麼 我要從禮記裡面 講到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亦都有參考一些 衛生署的資料 因為我說要容貫古今 古代的飲食 和我們今天的個人衛生 起居 其實有沒有一些關係 大家可以在簡報裡 見到有很多正方格 正方格 來自衛生署的兩側的材料 這兩側的材料 一個是學生的健康 一個是健康生活方式 裏面一些格子 其實我就按照他的信順 將他填進去 給大家參考 當然我們不可以說 是完全可以禮記 可以對照到 在衛生署提出的內容 和禮記裡面 是完全一致 始終是一個差別 但是我發現 大部分 我們都是會做的 譬如說我們要早起床 在飲食 我們要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就要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 然後回家 享受天倫 在個人衛生裡 大家都會見到 有些藍色的字 我描述了 譬如說我們要早起床 我們說要洗臉拆牙 我想大家都會做 有些朋友 可能每一餐都會拆牙 每一個晚上 在臨睡前都會拆牙 究竟古人是怎樣做的 禮記裡面 他們是否拆牙 洗不洗臉 而我們說 換衣服 整理頭髮 我們每一朝都會做禮記 其實都是會的 至於洗手 他們更加重要的 你們看如果很多禮儀的儀式 或者聽其他講者說 他們行禮儀 先要洗手 其實去吃東西之前 做任何事都要洗手 要洗得乾乾淨淨 才行禮儀 先吃東西 當然 當然打嗤的時候 那些都會暗住嘴 不要向老人家 其他人正面打嗤 他都會有記載 這就是同理心 這就是我們要 要對我們 照顧健康的重要條件 古今 是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好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 我們對一個衛生署 或者對我們個人的衛生 對飲食起居的一種的要求 究竟禮記裡面是怎樣呢 我覺得 就會分為三方面來說 正如我剛才有一個圓形來表示 一個就是我們的體格 就是我們的身體方面 另一個就是我們的精神健康 就是我們的心靈方面 而第三點就是社會 就是社會人際關係的方面 我為了我自己的健康 我都喝一口水先 大家在簡報裡面 都會見到身體健康 而我就用一個起居飲食 而旁邊一個表 上面一個標題就寫著 早睡早起身體好 我相信這個俗語 或者我們經常都會提到的 我們教小朋友也好 教學生也好 或者朋友之間 你早點睡 早點起床 不要整天那麼遲睡 這樣 古人的生活是怎樣 他起居的習慣是怎樣 我就將裡面的材料 整理了一個圖表給大家參考 當然也有文字 作為一個平靜的對照 這些材料是來自內則 禮記內則 內則記載比較多 就是家庭的起居的生活 大家看到 在簡報裡面 文字上第一行 我們說以息父母 寇姑之所 息就是去 父母相對於 我親生父母就是父母 寇姑相對於 我們嫁了 新娘子嫁了去 南家的時候 適婦 對父母寇姑的 老婆婆的稱呼 一神祖要做些什麼 進冠 冠是一些盛水的氣 年輕一點的 就拿著盆 年長一點的 就拿著水 請動冠 洗手 洗臉 這個是洗手洗臉 然後洗完之後 冠足手巾 就給毛巾 這就證明了 年長的 我們所謂的年長 其實就是因為 父母寇姑 我們往往說 是一些父母 老人家 一會兒表 我就會比較簡約 講講 這個情況 我們良好的 個人衛生 是怎樣 從一個表裡面 我就寫了 二十歲以上的 已婚 或者未婚男性 為什麼要二十歲呢 因為我們 如果大家還記得 四月的時候 我講冠禮 我們說在十九歲 至二十歲之間 行冠 行冠禮之後 男生就可以結婚 但可能 他未必很成功結婚 所以有已婚 或未婚 我這樣講明 在內側裏面的材料 這些年齡 這個年齡 階層的男生 或者已婚的男士 他們就要去照顧父母 他們都要好好起床 他們都要好好起床 所以要瘦口 瘦口 原來是要 我們看十五歲以上 已婚 或未婚 如果大家都記得 古人的女性 十五歲 行過雞禮 就可以結婚 當然如果嫁娶不到 不能夠結婚 也有些未婚的女性 她要在家裡 照顧父母 當然要照顧 老爺和婆婆 一晨早 你就知道 他何時起床 雞初鳴 就是剛剛天亮的時候 清晨的時候 他就要起床 下午觀守 他自己都要 全部都要 先洗臉 洗手 朗口 跟著先去 父母或寇姑 他的寢室 來幫他們 洗臉 各方面 抵一些東西給他們 所以這些十五歲以上 二十歲以上的男士 或男生 女士或女生 他們都要好早起床 都要拆牙 和牙洗臉 如果我們說 他未是成人的 男生九歲至十九歲 女生九至十四歲 我們說這些是未成人的 未結婚的 如果在過去的 結婚年齡來說 這樣 他們都要早睡 和早起床 所謂男女未灌雞者 未灌未行 成人禮 男生 一灌禮 未插一部 斬男 這些就是九歲至十九歲 男生 女生就九至十四歲 都是一晨早起床 唯一一個 就比較 你可以不需要 這麼早起床 就是一些的余子 這些又跟我們所說的 八歲以下 這些八歲以下 他們 這個早 當然我們說是一個 假借了一個字 不是這個早 因為是早晨 但因為原文是這樣寫 所以我就是這樣寫 早起床 早起床 跟其他人一樣 不要太遲睡 但是 給他們 硬起 遲些起床 可以 給小朋友 睡多些 小時候 不需要限制他 一晨早 就要起床 為所欲 食無事 因為小朋友 吃東西 只是一個成長的階段 有時小朋友 他未必根據你 上午 晚上 有時肚餓 就讓他吃 不要讓他餓著肚 在一個大家庭裏 古代 除了八歲以下的男女 可以 晚點起床 不按照 我們說 早餐 午餐 晚餐 這些規律之外 其他 凡內外 大家就可以見到文字 一個家族裏面 所有的人 都要按照這個規律 一晨早起床 雞初鳴 冠 手 朗厚 換衣服 以至 我們說 念枕 鉗 收拾 我們一些 鉗就是一些 石 枕就是枕頭 收拾皮泡 這些都是良好的個人習慣 灑素失堂 我們要清理個人衛生 家裡的衛生 我們要清理居住的寢室 或者大堂 庭園 補一些石 大家就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種個人和公共衛生 我們都可以在禮記內側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出來的 當然 你家居是衛生的 個人是整潔的 對你的身體健康 當然是有個幫助 今天我們說一聯想到喜居飲食 我們最不想我們的學生 或者我們的小孩做些什麼 當然是喝酒 這個喝酒也是喜居飲食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你又可能會問我 你上次說到灌禮 好像在行儀式裏面 是經常喝酒的那些人 那些人 禮記是否鼓吹我們喝酒 明知是不好的了 那他還要這樣做 這個問題我稍後就會有個交代 首先我會聯想到一個看法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一家人吃慣 譬如說爸爸喝酒的話 我們對於酒的界別其實很清晰 我們說喝白酒 喝白蘭地 威士忌這些 全部都是一個酒 小朋友碰都不可以碰 碰都不可以碰 大人他們說我要喝少少 但是如果我問大家 今天酒的概念 跟我們過去其實有很大分別 你們如果留意每一瓶酒 或者一些帶有酒精的飲料 他在標籤裏面都會標明 5個百分比 8個百分比 10個百分比 這一點由於市場化的關係 或者種種的原因 很多的我們年輕的一代 就會覺得 這一種其實我們都可以接受 帶有少少酒精的成分 他不是說我小時候 這個就是酒來的 這個是一種的飲料 而市場化也很多的飲品 都有帶有少少酒精的成分 以至其實都是在喝酒 只不過他不是說 純是一個我們說 五十多度那種很劇烈的酒 但也是會喝的 當我們有這種概念的時候 我們再看看大家會看到 在簡報裏面是有些數據 這些數據是來自保安局 這麼獨處 很早幾年做出一些數據 我就從一些數據和資料的來源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小學生和中學生 他們喝酒的一個情況 他們未必一定拿個板地和大家喝 拿個白酒 可能他們未必喝白酒 但帶有酒精成分的飲料 我相信他們會接觸很多 亦都很容易接觸得到 我們這個圖表是從08、09、11、12、14、15 三個年度 這個是小學生喝酒的比例 來看回男生、女生 過去30日有沒有喝 12個月有沒有喝 或者曾經有沒有喝過 從而我們就得出一些 紅色的一些數據 就在1415年 因為太前我就不看了 1415年其實已經是早 但我最早只能夠找到一些數據給大家 就曾經喝酒的小學生 男性的 男生的 差不多有29% 女生23% 整體來說有26% 你問我高不高 一定高 因為這個是小學生 他們已經接觸過酒 還有他說曾經喝過 究竟他的次數有多少呢 這個我們只是看到一個時間 30日以內 12個月以內 曾經 這個是一個時間 但是次數多寡 就沒有辦法顯現出來 很肯定 我們都會認為 他不會只是單純喝一次 我們看另一個圖表 這個也是1415 08 1112 14至15 11至12 中學生的飲酒比例 我就不重複 他怎樣 是做一個統計 資料都來自保安局的禁讀處 但是我就留意得到 在1415年的時候 男性 男生喝酒的 百分比 有差不多58 超過一半 女生很接近男生 56.3 而整體 56.8 中學生的階段來說 我們香港的學生 有超過一半的中學生 都會接觸過 有酒精成份的飲料 或者是直接喝酒 這種情況 我們知道 除了口頭禪 我們經常說 早睡早起身體好 我們都會提到 喝酒容易是完成 喝酒容易會出現一些意外 特別對於一些 未成熟的學生 年輕人 你牛飲不斷喝 當然你會影響身體健康 或者也會傷害了 個人朋友 以至家庭社會 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出來 對於喝酒 我聯繫禮記來看 禮記很多儀式都喝酒 他們很可能超過50% 不止 可能你會這樣問我 我們再看一看 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這一則其實是講到 進食、飲酒 和個人、公共衛生 在第二段裏面 我們會見到 賦此為酒 我們說是養豬 為酒就是養一些酒 其實最初 在禮記樂記記載 不是希望帶來一些禍害 當然大家如果接觸過 聽我們講禮業的儀式 很多儀式都要喝酒 但禮記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不是想帶來一些禍害 而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如果你要喝一杯酒 你會有很多儀式 但我們說是一個庭園 在東邊的樓梯 西邊的樓梯 上樓梯已經有很多 一樣之禮 我們說三一三樣 行一些禮儀 上到堂之後 每個人按住自己的位置 或者坐在身 坐低 或者由其他人 幫你拿走 又有一段儀式 原來你會發覺 喝一杯酒 裡面有很多儀式 很可能你現在說 我喝一杯 很可能就是 我隨意 我喜歡什麼時候喝就喝 古人不是的 你行完儀式 鼓勵你行完儀式 你才好喝 這就是他第二段所說 是故先皇恩惠酒禮 一憲之禮 奔主八拜 終日喝酒 而不得醉言 為什麼要設定這麼多儀式 就是利用這種儀式 即使你的儀式是中日 都不讓你多喝 因為原來你喝一杯 你是要用很多很多的儀式 進行了之後 你才可以喝 此先皇之所以避酒禍也 這就是禮的啟迪 其實在古人 某個中一角度 他覺得喝少許酒是養生的 我們有些養生的作用 喝少許酒是為了 我們說聯絡感情 是合歡聯絡 朋友之間感情 他覺得這是適合人情 是需要的 但他不是鼓勵你多喝 他讓酒也不是希望 你完成不斷地喝酒 所以再製定金飯 我們說今天繁文玉節 或者這麼複雜的儀式 令到你喝少 節制飲酒 節制飲用 這就是大家的圖表裏 如果你覺得文言文太多 你可以看圖表 有些金句就說 我們要節制飲酒 令到你中日飲酒 而不得醉飲 除了飲酒之外 其實很多的進食 個人衛生 我們都是要注意的 大家第一段就會看到一些記載 無謂口容 無謂口容 第一段的文字 甚麼叫口容 我不知道你們的小朋友 有時學生 午餐在學校吃 不過現在可能會少了 或者家庭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不知道你們的小朋友 會不會吃飯的時候 我們說口容 含著大飯有沒有這樣做呢 例如少兒篇說 你們不要讓小朋友這樣含著大飯 其實是很不衛生 和對它消化不好的 應該怎樣吃呢 當然啦 無方法 不要吃到整張桌子的飯 無流絕 不要把湯都倒捨 這是不衛生的 個人衛生 而且我們飲食的時候 這就涉及我們的進食方法 小飯 我們吃飯 不要看電視 媽媽罵你 快點吃 一大塊飯 就在口裡 小飯 不少少 放在口裡 而極之掃照 掃照就是嘴咀 極就是 不要拖慢 要不斷地慢慢慢慢 即是說 你是多次嘴咀 不斷多次嘴咀 因為你嘴咀得細 你吞下肚之後 消化是愈是好的 你可以見到它很細緻 其實這一方面寫得 是你怎樣吃飯 以至你的牙齒 你的嘴咀 那個動動 你幾都寫得很清楚 你說 是否有啟敵 真的有啟敵 對於我們現代的健康生活 對於一些個人和公共衛生的 究竟是怎樣呢 我相信大家在過去飲宴 或者都很尊重老人家 或者都是對朋友 來賓很好 通常 譬如說 剩下一件的食物 都是你推我讓 你吃吧 不好意思我吃不好的 但是禮記曲禮跟你說 讓食不吐 吐的意思 你讓給我我讓給你的時候 一吃太激烈 你連口水都會吐進去 或者是吐進食物裏面 他說這個不好 禮讓是很重要 互相禮讓 但是你們都要很小心 因為個人衛生都很重要 不要將你們的腿裂 吐進口水裏面 當你們禮讓食物的時候 今天我們說 一聽到別人的咳嗽 我們就很害怕 現在好些 因為戴了口罩 或是公共場合 我們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我們就不太擔心 而禮記曲禮裏面 他就這樣記載 他說 如果你坐車 也不是坐地鐵 當時可能是馬車 車上不廣咳 這是咳口字 不妄止 妄止我們知道 不要指來指去 這是一個很不禮貌 應該安靜 坐下 不廣咳的意思 我們說是很咳嗽 有些解釋 特別現在的解釋 就是說 他說不廣咳 就不讓咳嗽大聲 有時我覺得咳嗽大聲 很難控制 喉嚨很癢 有這樣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 戴著口罩 現在來說 或者用紙巾 掩著咳嗽 其實那個廣 我們理解是一個 寬敞 高遠 或者如果作為一個動情 一個散播的儀式 他真的告訴你 不是不讓咳嗽 也不是說你不可以咳嗽大聲 而是說你咳嗽的時候 麻煩你掩著口 或者用紙巾 用紙巾 掩著口 不要讓口水 或者如果有細菌各方面 散播出去 當然他當時沒有細菌 但他會覺得 這是很不衛生的 掩著口 不要咳嗽出去 影響其他人 這一點 不是和現在的生活 其實很切合 也不應該說 由於古或今 不同的時間 有一個變化在這裡 這是一個個人的衛生 個人衛生對於我們的身體 是第一個層次 當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 我們說 我們健康的方式 這個很可能 我們有病 我們看醫生 我們很多東西 可以放在桌上吃飯 我們要好衛生 可以好表層方面 我們是能夠留意得到 能夠阻止 能夠照顧我們的小朋友 但是有時候 潛伏在內心裡的一些情緒 一些心靈上的健康 其實這一方面 才是很困難 作出一個照顧 但是帶來對小朋友的影響 其實不下於身體 所以在另一個環節裡 我特別在禮記裡 提到精神的健康 禮記如何去從學 可以幫我們管理我們的情緒 疏導我們的情緒 我們都知道禮其中一個 寫成的原意 就是疏導人情 他會想到 對我們精神健康 心理健康的影響 其實最主要是來自哪一方面 就是我們人的感情 我們的情緒 如果我們情緒掌管得不好 自然就會影響了 我們身心心靈上的健康 你不要看禮記是一個古蹟 他只不過他不用你情緒管理 這個詞語來說 但他用了很多禮儀的儀式 生活的實例來幫助我們 我們怎樣可以 把自己的感情調理得 是比較適當 在這一方面來說 禮記從什麼例子來說呢 他就考慮 什麼事情會 對我們的情緒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呢 第一點 提到就是一種親人的世世 親人過了生 只不然對我們的感情 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激動 於是我們沒有辦法過 過去正常的生活 我們會掛念我們自己的親人 不捨得他的離去 他就斟酌這一點 從喪禮或祭禮裡面 怎樣調節你的感情 而第二點的 哪一方面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呢 我想自古至今 貧富懸殊 身份地位不同 這個都會存在 我們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如果我們身於一個小看之家 或者富裕的家庭 可能感受不太大 但是如果一個貧富的家庭 因為他錯失了 或者沒有辦法掌握到很多的機會 讀書各方面 各方面都會受到經濟條件影響 你也會覺得 如果很多人處身於貧富的情況 影響了他的情緒 我們怎樣有一個正面的態度 正面的價值觀 來處理這些問題 這個都是關乎於我們的精神健康 大家可以在簡報裡面 留意得到 我不會逐段逐段的文字 我好像講故事一樣 告訴大家 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都知道孔子有很多弟子 其中一個是子路 在禮記壇宮裡面 記載 子路就是憶術的孔子所說 就說 如果作為一個窮人 你知道喪禮和祭禮 都要很多儀式 儀式又要請人 又要花很多錢 如果我做不到 那怎樣可以呢 孔子當時說 其實不是的 最重要的是 你是哀傷是足夠的 最重要的是 你是發自內心的勁 一種尊敬 一種的誠意 即使禮儀儀式不足夠 都是不緊要 大家可以簡單看一個表 很簡單的 忠於內心的誠敬 禮不足而哀有緣 好了 他覺得疏道感情很重要 親人割了身 他一定是不開心的 一定是很悲傷的 或者現代分析說 悲傷也有很多層次 那他應該怎樣做 是否不要被悲傷 你快一點回回自己的崗位 不是的 有第二段裏面 就說到曾子和弟子 在家屋裏面 曾子和客人在門口外面聊天 突然看到他的徒弟走出來 很快地走出來 曾子就問他 你做甚麼事 為甚麼這麼快走出來 他說不服食 我爸爸剛過了身 所以我希望走出一些街巷裏面 哭 為甚麼走出街巷裏面 他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曾子的家居 曾子在讀書 他不想在自己的房間哭 影響曾子 曾子就說不需要 你哭於而設 你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哭就可以 而且當曾子和客人說完說話之後 他就幫他不面 不面是一個我們說陰 就是一些祖先過去的人的 一個面向來的 就做了一個調言 還幫他調言 其實曾子會明白到 父母死了 他哀傷是必然的 你不要這麼委屈 要跑去一些街頭 來哭 你回到自己的寢室 而且我幫你調言 這是一個疏度的感情 那個表現 順暢人情 致緣抒發 這就是我的理解 不要說避開 不要說阻止人 抒發自己內在的感情 而是正面要面對 好了 但是你說抒發感情而已 如果你說我哭足24小時 哭足48小時 可能都會 但是你說哭足一年 或者整年 以後完全不開心 你沒有辦法過回正常的生活 沒有辦法回回自己的工作單位 孔子又怎樣看呢 變人 這個地方有一個人 他媽媽過了生 一個死過了生 這個變人他媽媽過了生 他就好像小朋友 有8歲的小朋友這樣哭 不斷這樣哭 孔子讚他 他說 其實這個哀傷是足夠的 但是很難令到其他人 繼承或綁效的 那些禮是甚麼呢 父禮為何傳也 為可繼人 我們傳承我們的禮儀 其實就是希望普及 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 一代一代這樣傳下去 所以我們說 哭勇有節 甚麼是哭勇 哭大家明白就是哭 勇 有時我們會跳紮紮 或者打一下自己 表示很悲傷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你要哭各方面表達的話 你要有節度 不可以過分 或傷害了自己的身體 大家可以見到 儒家的看法 其實禮方面的看法 你可以表達感情 因為這是一個自然的書法 但是你表達感情要有節度 不要影響了新人的正常生活 這就是他情緒管理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看法 而在禮記彈公上 最後一段 這一段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會忽略 所以我特別引出來 好像很長 其實可以直接這樣說 知死而知死之 不仁而不可為也 如果一個人死了 你就會說他已經死了 這個你是不仁愛的表現 就直接當是一個死人 他死了 記也不用記他 會益也不會益他 孔子說 這是不仁愛 知死而知身之 他死了 但是他應該坐生 應該未死 我不覺得他死 我不捨得他死 一直覺得他是新人來看待 他說不知而不我為有 這是無智慧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不知大家 應該都燒過很多名強 或者過去說名氣 燒給親人 或者燒給神靈 但你都知道這些名氣 其實是一個象徵式的意義 他能否收到 能否用到 我們無法知道 另一個世界 但我們能知道 我們燒給他的時候 不會燒一個真人怪 我們用紙紮的公仔 這就是名氣 其實是一種象徵式的意義 既覺得他是一個在生的 他仍然欲似 需要他過去的一些工具 食物各方面 可能燒一個仆人給他 但是也明白 其實他真的死了 所以我們不會給他 新人 我們只是給他一些 象徵性的名氣 燒給他 這就介乎於 知死至生之間 其實聽出來 也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的親人 你心愛的人 過了身之後 你會不會 一下子 會將他忘記 如果你說完全可以忘記 可能你根本就不愛他 或者 你根本就是 關係很差 或者當他仇靈地敗 一般來說 我們經常都會看 用時間來淡化了我們的傷痛 其實是兩面看的 有時真的可以慢慢淡化 有時就說 越是時間過得長的 越是對他的記憶回憶 越是深刻的 因為每個人的感情是不同的 禮記其他方面的處理 就是你可以在待於 新人與死人之間 你他真的過了身 你要接受這個現實 但是你同時 你可以藉著回憶 你可以藉著在從陽 清明或一些紀念的節日 來紀念他 或者去數目 來表達你的私募之情 在《簡報》裡 其實 因為我看了故事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而這一段的說話 就是紀雲 紀曉南在《月眉草堂筆記》裡 他提到 他引了唐人 曼雲卿的《古華歌》裡 其中的兩句 為何我們要消些名氣 或者對待死人的態度 是應該怎樣 他說 明明何所需 盡我新人意 其實 正如我給大家一些圖片 過去的名氣 是用一些圖、圖詞、雅器所做的 好像有些小豬 有些花瓶、有些食器 他在山都要 用一些名氣 撞進去陪伴他的身 這個究竟是 已故的人的意願 還是身人的意願 而紀雲的意思是 其實盡我身人意 盡我表達我一份的感情 明明何所需 其實去到明間 他能否收到或用到 我不知道 紀曉南 為何會這樣寫 或寫這件事 紀曉南有個長子 也在我第二段、第三段裏面 叫做紀曉 紀曉吉 叫做紀曉吉 是長子 長子來講 二十五歲已經過世 本來他讀書都不錯 後來迷於遼齋置疑 紀曉南很不喜歡 最後他長子也是 二十五歲 因病死亡 而當時 燒一些名氣給他 燒一些什麼給他呢 燒一隻馬 燒一隻紙馬給他 當中有個故事 因為紀曉 其實他很多的故事 很多想像出來 那裡的兒子 就是惡魂帕 離開了家 不知去哪裏 突然見到 過去一個老仆人 帶著一隻馬 來接他 但是他表示 他兒子表示不開心 因為很瘋狂 為何瘋狂 因為這隻馬 原來瘋了腳 那個仆人 就哭了 真的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我燒這隻馬 焚這個冥氣的時候 是我的錯過 因為我未燒的時候 不小心把紙馬的腳 截斷了 所以燒給少爺的時候 他錯的那隻馬 就是逼著逼著走 盡我身人意 這是來自紀曉的想像 亦都對他孩子的思念 但是冥氣 亦都幫助他抒發他的感情 但是他亦都認同了 其實他兒子真的過了生 所以燒名氣給他 他有個舅母也是 舅母在梨流之間 發現他說 我住的新房 好像有些破損 東邊的牆 然後那個木匠 其實那個監督都不發覺 於是乎 有人就看一看 原來他的棺材 旁邊有個小孔 所以他就在梨流之間 就想 原來他新的住宅 東壁 因為東壁就爛了 這些故事都是圍繞著 我們說 對新人和死人的一種 我們如何 一個看待 但如果我們延伸一層 就是人的情緒的管理 既不能當他存死 我們要有記憶 我們要緬懷 我們從楊清明 或者一些其他宗教的儀式 我們要懷念他 我們是一種人愛表現 但也不可以因此影響我們的生活 所以在一點裏面 提到 在情緒管理裏面 我們提到 伏身有節 這是指向新人 過去的人 親人已經過世了 我們回回自己正常的生活 好嗎 有節 我們有節制的 這個創聚者 有一次講故事 這樣跟大家講 古人其實在喪禮 最我們說的傷痛的 當然是父母的過世 而父母過世之後 古人在禮裏面來說 越是傷痛的 應該那個時間越長 因為你的感情是受到傷害 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說 我們說有三年運 三年運 其實是二十五個月受傷 他說這二十五個月裏面 其實你不可以 或者是 盡量和你過去的生活 正常生活的方式 很可能有不同 當然 今天我們不可以受傷 二十五個月 因為我們在生活的部分裏面 不同古人 而他這一個 亦都是作為一個參考的標準 是否真的二十五個月 而最重要的就是 你內心的田徑 能夠你做到 你可以做平 譬如說你穿的服飾是怎樣 斬 衰 追象 黑色的象 穿著 穿著一些麻跡的 一些桑服 是沒有接縫的 不要回到尋濕那裡睡 在門外面有一個 有一個茅草做的一些 一些小小的爐屋 你睡在裡面 吃一些粥 還有你睡的地方是怎樣 鎮閃 枕塊 我們睡的是一些草鋪的 一些籽 睡的是一些用泥造的 一些枕頭 這些是表示你的傷痛 當然我們今天這樣看 禮記他這樣提出 其實他想表現出 是給你一個標準 但是這個標準 是往往要因時制宜 因為有些能夠做到的 我們知道 有些未必一定 因為可能他真的要生活 可以做到 25個月 但不管如何 哀痛未盡 思慕未亡 我們當然希望 父母親我 永遠都記住他 有養育之恩 我不會忘記他 我會追思他 我不能夠忘記 但是 禮記跟他說 送死者有熱 伏身有節再 伏身有節 你要回回自己的正常生活 你要有一種良好的生活態度 死人而言 我們要調節自己的感情 正如在旁邊的 我是引了健康衛生署的資訊 他說不應該逃避 有人過身 或遇上一些壓力 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是要解決 不是同避 不要壓抑 當然如果你說吸煙喝酒 更加不對 不可以用這些麻醉自己 用一些正確的方式來面對 亦都不可以自殘 我們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禮記的情緒管理 伏身有節 亦都正好和大家說 我們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們的日子 不可以因為已故的人 來影響了我們在身個人 或者其他在身 更加我們存在的子女 我們值得重視照顧的人 這就是他一種健康的 一種情緒管理的方式 當然我們說 情緒方面 我們有因為過身 生死的問題 影響了我們的情緒 但亦都有一些情況 就是貧富 過去二十多年 我亦都有教過很多同學 當時我很記得的 其中一個事情 就是有一個學生 他突然間欠我辦公室 他就問我爸爸過身 我連撞肺都沒有 他是一個女學生 當時我們 因為始終不是一個好富裕 但我們都會和孝友籌款 或者做一些建立基金 不是很多錢 我很記得當時 我就說 是可以幫你給錢 你告訴我 當然你不可以很豪華 或者做得很風光 但基本的我們能夠做到 這一點我會聯繫到 為何今天從一個生死 以至在這個簡報裡 從一個貧富 貧富真的會面臨很多問題 影響情緒 大家在下面的簡報的細節 其實是早幾天 一個基督教的服務處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新聞裡提過 在疫情裡 其實有很多家庭 四成多的家庭收入下跌 減幅有四成 而且差不多有13%的家庭 他們的收入是減幅了九成或以上 等於是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下的 他們可以怎樣做呢 借貸 最少借8萬 而平均的可能達到40萬 很多中產人士 不單止我們基層的市民 都會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 本來貧富自古已今而有 而在天災人禍下 特別天災下 一種情況下 貧富的情況會更加嚴重 當然在禮記或瑜伽 也會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會影響到 一般人的情緒 在房記怎樣說呢 房記這篇很有趣的 怕提出很多禮 大家都做不到 這說句就在這篇裡面再強調 他說呢 其實是聖人 其實有富貴 當然有些人很有錢 有身份 你就不要驕傲 不驕 貧不至於弱 大家解釋這個要特別留意 我們很貧窮 當然是節約 節約我們用錢 如果你將這個弱 解釋為節約 那你解不到 貧窮可以節約 這個藥 我們說 因為在上文 我們要有一個善道 我們要行善 我們要對人 或者對我們的生命 是有一個盼望 好像我最初說的 一個愚行 是有盼望的 我們有自己的理想 即使我們幾貧困都好 而這個不至於藥 就是不能夠行善道 以至至今墮落 將自己覺得 社會現在進步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條件 我們不管了 我們用最低消費的生活方式 過我們的生活 不再向前 沒有自己的理想 這個就說 儒家禮記是不想 即使你是面對一個貧窮的情況 孔子說 當然 你貧窮的時候 安於農 當然沒有困難 但是要嘗試 我們真的要嘗試這樣做 因為真的要改變自己的貧富 可能好幾代才能夠做到 富而好禮 有錢的人 不要驕傲 不要驕傲 當然孔子也擔憂 如果有很多家人的話 其實很難做到 因為真的貧窮 真的不太越過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一段 也都是 在我貧窮懸殊的簡錶裏 佔著一個正面價值觀 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言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特別是在中庸裏面 因為現在中庸和大學 放了一盒四書 有時一般禮記的版本 就不放中庸 但我覺得這一段的說話 是很有意思的 他覺得君子 其實君子當然是孔子 或者儒家的理想的一個人格 你要按照你現在所有的 你的地位 你的貧富 而生活 你不要左顧右 那個人為什麼要住得這麼好 吃得這麼好 每一天的生活 都不需要擔心 你不要考慮 這一點 如果你是過著一個富貴的 生活富貴 或者很有錢的 富裕的 你就按著富裕這樣走 貧窮的 你亦都有走貧窮的 一種方法 正如過去的兒敵 他們沒有文化 文化沒有我們中原那麼好 他自己都會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面對困難 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種種的困難 而最後一句是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而無入 你在每一個位置裡邊都有自己適合自己的方式 自得 這一點 如果最原初的意思 就行一個善道 對人向善 一個正面的生活的態度 再延伸出去 我們說有自得 我們在現處的位置裡 我們要有所發揮 我們要有自己的理想 而為了這個理想 我們要成就自己的理想 即使我這個理想 我只是說 我要做一個很好的教師 我要培育我的下一代 我要做一個醫護的人士 在疫情底下 照顧有需要的人士 這個未必會幫你賺到很多錢 很富貴 但是在你的生命裡 這個是相當有意義 所以就是在於其為 你通過知識的真論 通過不同的工作經驗 從而達到你自己的理想 有一個正面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一個自得 第二個部分 其實就是剛才說到精神 我們積極地說 我們說做運動 社會其實人際關係有很多方面 為何我選擇做運動呢 因為做運動也很直接 強身健體 而且其實做運動的時候 運動員都要很有堅毅的精神 不辭勞苦 日日可能要鍛鍊 我們看一些報章的新聞 例如何師傅在奧運裡 又獲得了很優秀的獎項 在國際賽裡面 也獲得了很多金牌 其實他都經過一個很刻苦的訓練 一晨早 天很冷的時候 在湖水那裡很冷 游泳 每天是不斷的 而且游完之後 馬上就要上學 這個運動呢 其實呢 除了拿獎牌 其實是我們不斷訓練的 一個很重要的成果 同時也都可以反映了 我們一個生活的態度 就是原來我們要堅毅 我們要勤奮 我們是不來不移 我們要在台上獲得成績 通過很多的訓練 那麼我們在衛生署裡面 就拿到一個資料 就是運動呢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守則 還有一些好處的 那麼好處我就不多說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對我們的身體 各方面 血液方面有好處 而守則方面呢 他就提到 選擇一些你們自己喜歡的運動 跟家人一起做 以及可以培養到的 你的行心和耐性的 這個就跟道德 是有一定的密切的關係 而且我選擇做運動 運動當然有個人的運動 例如自己跑步 但很多都是跟兩個人 或者是群體 一個合作的運動 而且運動來說 我們因為 往往是會有比賽的 有競賽的 比賽當然有對手 那麼你跟對手的 人際的關係 你們的交流 應該是怎樣呢 曾經就說 可能有些老師 或者都看過一些足球 或者一些田徑的賽事 我很記得的 現在足球很商業化 很經濟化 往往輸贏 和收入有密切的關係 有些外國的足球轉播 輸贏他們看得很重 以至 當然是重要的 對他們來說 我是明白的 但有時 就是 紅牌一次 後備的球員 職員 打架 打打出手 這是不是運動的 有精神呢 而早前 亦有馬拉松的比賽 我記得有一幕 有兩位選手 牽著手 一起衝線 其實是否應該在運動中 從我們強身健體 拿到獎牌的同時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正面的人際關係 和良好的價值觀 在這裡來說 你說禮記 有沒有一些 好像我們今天 寫一些運動 跑步 馬拉松 當然我找不到 但在一個禮儀的儀式裏面 他們有一些娛樂 其實這些娛樂來說 相對於我們 類似我們今天運動 一種當然是 射熱 就是射箭 另一種 就是頭湖 就是把箭頭到湖裏面 其實都是他們吃完飯 飲完酒之後 有些娛樂 但他們所追求的 如果我從禮記裏面所看 裏面所記載的 其實當然是一個輸贏 但反而不是說 是最重要 而是最重要 是培育 人際關係 和一種道德的觀念 在這個簡報裏面 我提到一個適量的運動 其中一個就是頭湖 相信大家 很可能都給自己的同學 玩過頭湖 過去我都會 我講禮的講座 如果涉及成人禮 我都會帶到頭湖 但今天我就太重 我帶不到禮 日後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頭湖 你可以看到一個圓圈 中間是人際關係 和價值觀 人際關係 價值觀 是由哪幾方面 拱託維繫出來 首先就是遵守一個秩序 正如我們玩所有遊戲 我們都有一個規矩 而這個規矩 我們要根據別人所離定 寫好條文來跟隨 不可以破壞規矩 第一段 跟奔客說 開始頭湖的時候 那個負責人叫屍蛇 屍蛇 這個頭湖 會跟他說 信投為入 你就 將箭 我們知道有個嘴 有個齒 你投入去才會贏 你不可以用尾 來投入去 比投不息 分客之家 即是分了兩組人 A組投完一次 B組又投一次 如果你比投連續投的話 你中了也不算 如果你犯規 當然當時只是娛樂者 不會罰你 飲性飲不性者 這個意思就是 犯規的要飲酒 罰你飲一杯酒 其實玩運動這種遊戲 首先要遵守秩序 然後這個負責 這個頭湖的人 也會說 請行傷 當然有個輸贏 我們要知道 優勝劣拜 是必然有的 在運動裏面 不要因為自己輸了 而放棄 不再堅持 因為這個一定是出現的 有人贏 一定有人會輸 命着藥 就說 請行傷 著者藥 落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贏了一方 要爭酒給輸的一方 來喝酒 贏了一方便說 落 好我做了 當飲者皆跪奉傷 那輸了一方 就跪在這裏 拿酒 這麼慘 原來輸了要跪 向這些 贏了的人跪 那不是彼此尊重 沒有人有意 不是 賜冠 喝酒 然後贏了那些 大家見到藍色的字 聖者跪約 贏那些 都要跪在這裏 跟他說 好好 尊敬這樣 享用我給你的酒 彼此雙方是一個尊重 建立一個友誼 認同這種優勝劣拜 這才是運動的重要精神 這也是一個價值觀 不要在球場中 因為輸了球 打人 有衝突 其實體育運動 這才可以培育到 我們的道德價值 第三段 就是提到 毛孚 毛孚是針對一些輸的人說 你輸了的 不要怠慢 仍然要努力 要有一個體育的精神 毛奧 贏了的 也不要驕傲 你贏了下次 可能會面對更厲害的對手 你會輸呢 而且我們要尊重對方 無貝勒 我們不可以背著 我們面向那個堂 來參與這個運動 無語言 不要高聲大叫 你們遵守規則 無論在位置上 我們遵守在遊戲過程中 大家要尊重的一些精神 一些秩序 如果貝勒悦然 有常著 罰你喝酒 是你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做 這一種就是 我們任何的運動 以至在我們社會裏面 其實都是有個秩序 有個法則在 我們都是要遵守 在詩國的弟子 同樣都是有 無呼無傲 無背勒 無語言 所以其實禮記 是記載了當時古人 很多都覺得 這種運動 當然是一種娛樂 但是你們要給此尊重 有友誼遵守秩序 如果不是 若是者防 如果不是 就懲罰你 最後一個運動 就是射禮方面 大家同時都會見到 一個中心的圓圈 品德的培養 一個價值觀 身心的端正 為何分為身和心呢 大家看奧運 或者看別人射箭的時候 其實都會知道 射箭要固定自己的身體 去所謂的 進退周圍必中禮 你走前走後 左右的話 你一定按照禮 即是你不要到處走 你要射得中的 一定有一個技術上的訓練 但是你要遵守那個位置 別人定立了位置 內置症 你內心的有堅定的志向 不是射箭一個技術 訓練已經可以了嗎 不是的 你心不靜的話 想很多事情 你不專心自治 平日訓練的時候 都望西望 你射箭的時候 真正比賽的時候 你不能夠專一 你自己的精神 你一定射得不中 技術方面 外體直 不斷要訓練 射箭見很多人 身體是挺直的 拉起弓箭來射下去 如果你是能夠做到的 執著弓箭 審固 審就是很仔細 對準那個箭法 固 很緊緊地執著你那個弓箭來射 這樣你就可以射中 身心端正 身就是你平時的訓練 你的姿勢 你的技術 身就是一種品德的培養 內心的平靜 這種其實從運動裏面 我們可以帶出了一個精神 這個是很豐富的 除了這一方面之外 在射箭第二段 他都有提到 其實射箭是什麼 射之為賢者 釋也或若釋也 釋放自己感情的表現 所謂讀作釋 他說如果作為父親的 你射 你的谷就是父谷 其實當射的時候 你原想到你那個人生的階段 從運動反映出來 我是追求作為父親的 應有道德的目標 作為人子 我是小朋友 我有爸爸 我要敲信他 而我射箭 我射出去的時候 我射中了目標 等於我人生上 我要作為人子 應該有的責任 應該有的人生觀 應有的態度 射箭 是予於一種道德上的品格上的培養 所以這一點 我們說是樹立了一個榜樣 而第三則就會提到 其實射箭是人之導入 是人愛的表現 抒發我們的感情 我們爸爸射箭 日後我要很照顧我的家庭 正如我現在射箭 我中了這個箭把 我也要作為一個樹立的標準 作為人父 對小朋友 對我的家人 有的照顧 對社會的 可以遵守社會的一些法則 貢獻社會 對國家的同樣 應該是有的貢獻 在裡面 這一點 也是一個射 從射裡面 體會出來 從射 如何可以說 與人有善 和反省 這在我們第三段 就提到 射 贏 我們說 一場比賽 一定是有人贏 有人輸 你會射中 也有射不中 射球證 諸己 己證 然後法 法而不中 則不怨勝己者 反球諸己而異議 這個意思就是 你射中 當然會贏這場比賽 法而不中 如果你射了這個箭 你做不到戰霸的話 你不要埋怨你的對手 你反而要反思 為何自己做得不好 是否訓練不夠平時 或者技術 想騙得不好 以至我這場射箭的射禮 我是輸了 孔子提到 君子無所憎 他作為一個理想人格 我們在生活裡 我們不要跟別人有那麼多 不合理或無理上的爭執 你明明輸了 還要跟別人爭執 不遵守秩序 他說 如果真的有爭執 很可能出現在射禮 但是 即使出現在射禮 這種爭執 都是一種合理上的 不是一種不合理的爭執 我知道不對 我就要反思自己 就是他臨尾所說的 一讓而升 我們跟別人比賽 這個射禮 我們通過一禮和讓禮 而升堂入室 有個一定的禮儀 在堂上 我們施射 然後射完之後 我們再下堂 下去堂下面喝酒 即使有爭議的話 其實應該都是沒有爭議 即使有爭議 你已經跟一個儀式來這樣做 互相有個禮養 培養你的品德 這個其實已經是君子 其實射也不應該會出現 所以在一個運動裏面 這個很明顯 古人就是一個射禮 今天我們就是射箭 是一個運動 而當中我們可以培育了人的品德 不單止我們說日常的一種堅毅 我們說一種技術上的一種培育 態度上的每日要練習要勤奮 不要輕易放棄 即使輸了 我們不要說無敷 我們不要抬慢 我們要做好樹立的榜樣 原來我們參與這個運動 很多人是會體會 比如家人會看 社會人士或者 你是會樹立一個榜樣出來 不要在他們面前 不遵守規則 或者有些打鬥 其實做一個不好的榜樣 反而如果我們輸了 懂得反思自己 為什麼會輸 尊重別人 贏輸之間 你剛才看到頭湖的 彼此都是跪在那裡 一個斟酒 一個是赤酒 一個是喝酒 大家都是尊重對方 不理輸贏 這種正是運動裡的 一種體育精神 在今天的講座裡 其實我也有一點是 所謂游走古今 我不否認 在今天的健康方式裡 科技的進步 或者我們真的很靠中醫和西醫的方式 特別在疫情底下 發明一些新的藥 一些疫苗 令到我們身體上健康 令到社會或者國家 可以再正常發展在各方面 但是在同時間 除了體格方面之外 我們同時是要顧及到 我們的精神的健康 和社會人際之間的關係 這樣才是一個全面的健康方式 所以我說 游走古今 說我們要顧及到 中醫的養生 養生之道 我們起居飲食的要正常 懂得管理我們的情緒 以至是人際關係方面 正如大家要彼此尊重對方 建立友誼 正面價值觀 莫過於我們要遵守秩序 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 懂得哪些要做 哪些不應該要做 我想這才是我們 今天的原備的健康方式 最後一頁的簡報 其實在這方面 我很多謝唐太給我一個提示 因為我說到這個課題 是和一個現代健康生活方式有關 原來教育局在17至18年 其實在疫情未發生之前 有個校園很精神的 有個課程 就是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 其實是給一些教師 有些短時間的三日或者五日 有些的培訓 我看完這方面的資料 我覺得是相當的重要 大家當然可以在網頁 學生精神健康資訊網站裏面 可以瀏覽更加詳細的資料 正如我想呼應今天的講題 我們今天在課程裏面 中小學課程裏面 其實已經很關懷我們學生的身心健康 當然我們如何可以照顧他們 令到有健康的身體 這次學習會更加好 在這個過程裏面 大家就可以留意得到 有普及性的 我們就可以增加一些加強判別 學生有沒有一些精神上的困擾 有些我們說有些選擇性的 很可能支援一些 有些有可能發現 早些發現有些學生 可能在精神上有些困擾的 就幫助他們 針對性真的發生了問題 精神上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就針對幫助他們 而今天我的課題 是以禮為本 從禮講到健康的 現代健康生物的方式 我就能夠希望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到 鼓勵 我們從鼓勵裏面的一些成分 怎樣可以滲透入 在大家的課程裏面 從而可以制定一個 健康校園的計劃 老師的身體健康也很重要 以致同學的身體健康 按照你剛才的一些體敵 好好指導學生實踐 今天我的講座講到為止 因為這個題目 正如我開始所講的 學術界或是教學方面 其實很少接觸 所以裏面的材料 或者不是完全完備 雖然我重新翻個禮記 是一篇 但是我相信通過大家的合作 通力合作 亦都通過中心的舉辦很多的講述 結合很多的學者 前線的老師的幫忙 我們的同學應該能夠 拿到一個很好的健康的校園生活 多謝大家 盧教授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解說 接下來是問答環節 各位參加者如果有提問 可以打在聊天室裡 大會的工作人員會收集 和轉交主持唐女士發文 現在將時間交給唐女士 有錢唐女士 首先很感謝盧教授 你很豐富 我想在剛才演講的內容裡面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 或者各取所需 各有所得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盧教授首先 就跟我們很深入淺出 去介紹禮記 這個典籍 很額謠 告訴我們禮記是一個什麼典籍 所以如果我經常聽禮記 究竟是什麼 我又有所得 然後盧教授 就是引用了禮記裡面 很多的內容 如果我作為一個語文老師 或者我對於文言文教學 我也很想知道多些 怎樣去解釋 我又有所得 當然我覺得 我自己 我覺得我最有所得的是什麼 因為當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會問 甚至我看到簡報的內容 我都會問 究竟那個禮 我們去實踐這個禮 跟我們去實踐一種 現代的健康生活方式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禮行天下 我們真的要實踐去走出來 我很開心 我找到一個答案 暫時還沒有這個問題進來 我又分享一下 看看盧教授可不可以指證一下 我的理解是否適當呢 我自己看到 我們講的禮是一種道德文化 它是我們日常的行為規範 它對於我們那個社會的秩序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甚至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這種行為規範 我們能夠有好的社會秩序 我們整體的生活是好的 當然好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去傳承它 我會看到盧教授 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跟我們定了一個調是很重要的 我們經常都講的 它講到就是說 我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們就要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良好的習慣是怎樣養呢 我們久而久之 我們不需要去想 當我們要做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是很自然的行為就做了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內化 我們一直都講 禮不是凡文玉節 我們在今天來講 我們不是說凡文玉節 我們是說 我們內化了之後 由我們的內心去出發 我們是否應該這樣去看 另外我又見到盧教授 我從方方面面 它講到就是說 無論是飲食或者喜居 以至到我們去做運動等等 我自己看到 它帶了很多 金采勞教授說 是一些鼓禮的成份 但是如果我今天來看 我覺得這些就正正是 我們培養 或者我們淺行禮的時候 一些行為特質來的 是一些行為特質 也都是我們在教育界裏面 所講到的一些價值觀 我們的價值觀 譬如盧教授講到 他說我們飲食有節 我們喜居有償 其實那個節就是一個節度 我們是有規範 很多東西都有規範 那個償其實就是講到一些習慣 我們自然就會走出來 我想一下 這個不是我們講的價值觀教育裏面的 一個知情行的過程 就是這個過程 就是這個過程 但是這一點很重要 其實我看到現在呢 很多時候 就是小朋友 可能早上 可能爸爸媽媽 搶他才起床 是不是 搶他都不願意起床 其實我們怎麼給他養成這些 這樣的習慣呢 其實這個是和責任有關 我都是責任有關 飲食那裏 飯事都有分寸 有節制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一些行為規範 至於你說 情緒管理那裏 我們要疏導人情 我們要倡達人情 我們是講的 我們是怎樣令到我們 其實都是一個有節度的一件事 我會看到往往就是我們在講的一些規範 我們在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生活那個層面 或者我們所遇到的一些經歷裏面 其實那個規範是很重要的 還有尤其是 剛才講到這個體育運動 其實我是想起 我們中學有一篇課文 就叫做運動家的風度 是不是 我們就講的我們怎樣去互相尊重 我們欣賞 是不是 我們是勝利了的時候 我們不驕傲 我們失敗了的時候 我們不要氣餒 原來我看到就是說 這個就正正是我們中華禮文化裏面的一些很精髓 所以當我們講的是禮 我怎樣實踐呢 除了我們要教小朋友 我們見到人是要有禮貌 是吧 早上叫燈要早晨 是吧 是要打招呼 用和顏血色去跟別人溝通等等之外 其實我們生活在方方面面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實踐這個禮 是吧 一些競賽的精神 和作為一個運動員 他要很有堅毅 他要持之以恆 他要願意去付出 正正呢 那種付出 我就覺得 我就會想到 盧路教授之前說的一些愚行 是要盼望 總之今天我們的祭遇未必那麼好 但是我們要盼望 我們要願意去付出 我們要願意去實踐 我們要很堅毅的精神 甚至我們要勤勞 為什麼我提出這麼多呢 正正是因為我們教育界裡面講到的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裡面 堅毅 我們尊重別人 我們有責任感 我們有承擔 其實那個責任和承擔是分不開的 是吧 我們要關愛 我們有同理心 我們要勤勞 勤勞這個是我們更加下去的 我會看到 咦 原來所有的禮 是貫穿了的 是吧 我這樣理解 盧教授你不可以 是 相當恰當 因為 首先講到那個 我們說一個內化 因為提到一個內化 其實我們現在說 早起身這樣 早睡這樣 如果你真是遵守的話 早睡早起身 為什麼可以傳中那麼久 就是因為我們內化了 我們未必會知道當中的原因 早睡有什麼好處 或者我們 尋根究底 早起有什麼好處 譬如我們 真是用一些中醫的角度 這種內化 禮記提出這種早睡的 正如我們都知道 一中醫的常識就說 大底 你最好十點半就休息了 因為你十一點至三點 你的肝臟 其實開始是混濁 肝臟 我們只是大毒 藏血 儲血 三點五點的時候 就去到肺部 你小朋友晚上肺部咳 很可能就是肺 因為凌晨三點至五點 而我們這種內化 其實就是要配合 就是我們起床做起 不是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 晚上就不要起床 而是我們要見到日光 有日光 我們跟天地自然的節奏 有一個配合 我們就會 人特別精神 吃那個早餐 而腸胃方面來講 去到八點多鐘 你的大腸是動的 你去洗手間 你做一下就很清爽 清爽 所以 內化劑是我們 根據禮的規範 一種的習慣 有時我們走得很久 我們未必需要問 那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走 但是如果你說 真是找回背後的 一些的中醫 或者一些的法則 它是存在著 它是存在著 所以禮的這一點 和健康 也是很吻合的 我一直想講 其實我們很簡單 只要我們理解到孔子的生平 我們就明白了 你說到春秋這麼多的思想家 每一個人都希望 我們說今天宣傳 或者希望不同的國軍 接納他那個治理國家的思想 但是你看到孔子 帶著他的弟子周遊列國 這樣來推銷 我用一個推銷 真是用到 他那個人愛的思想 其實是碰壁的 亦差一點 那個生命是沒有助的 也有些弟子都懷疑他 但是孔子很堅毅 堅持他這個做法 因為他覺得這個 價值是正確的 愛人人愛是正確的 我們這一種按照禮 而治國是正確的 不斷這樣走 直至年紀大 真是沒有辦法 他沒有放棄到 他用另一種的方式 這種的方式 就是回到老國 著書立說 整理經濟 春秋也好 禮也好 都被整理過 更加盼望 遇行方面攀幕 日後他的思想 他一個良好的一面 能夠傳承於後一代 一代一代傳下去 憑他的讚說 古蹟方面 所以這一點 亦都可以體現到 他的堅毅方面的精神 在裡面 提出一點點 一些額外 剛才說到 其實我們說 喝酒 唐太說到一個節度 其實我們要節約自己 要節制自己 剛才我針對健康的課題 就說少點喝酒 因為很多禮記不懂 其實如果我們離開禮記 有機會回上書 上書他有提到的 其實當中他有一個 就是不讓人喝酒 其中的一篇 他提到的 你多喝酒 酒是怎樣而來的 就是用這些做而來的 你做得走越多的 老百姓的良性 就越少 所以他的節度是有利的 除了健康方面 亦都是作為要照顧 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的健康 如果吃都沒吃 你還在喝酒 其實也有這個道理 在裡面 很多謝盧教授 他是從歷史的角度 他是從歷史的角度 跟我們講 禮由古到今 其實我們剛剛上個星期 我們都有一個專題演講 就是梁一鳴教授跟我們講 梁一鳴教授跟我們講 他亦都是從歷史的角度 所以我覺得 大家有興趣的 如果你說你上次沒有聽過這個演講 我們稍後將他等上網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從歷史的角度 我們怎樣去看這個禮文化的形成 以及結合剛才 盧教授 他亦都是從歷史的角度 看到一個就是 我們怎樣去看那個鼓勵金融 我們怎樣去看那個成全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我想問 你剛才也提到就是 因為當年就是天子諸侯 祭禮作項 都是從一個有個階級的 但是當時好像都是從一個國家的層面 去制定一些的祭禮作項 但是一直發展到去送名 在送的時候開始 我們看到就有一些是 由一個家族或一個家庭 他自己去制定他一些的 就是那個家族的一些禮法 禮儀 然後第二 很出名的就是這個豬子嘉麗 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 因為剛才我聽你說 就是講到喜居飲食的時候 你也提到就是 其實在一個家庭裏面 他們那個喜居作息 生活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個秩序在那裡 有一些這樣的教育在那裡 在古時來說 我就說為何會有國家的層面 就已經是去到這個家的層面 而且他這個家禮 是在後世來說 都一直是有流傳 我記得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爸爸是用我背這個豬子自家隔 雖然有些人就說 你又不是男仔 你是女仔 不用的這些東西 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 我們經常說 古代來說 禮不下書 禮是會於天子 貴族 諸侯的階層 一方面 當然跟當時的知識 普及化有關 還有行禮不簡單 因為在儀式上 真的要一定的條件 你沒有一定的富裕 或者行不到禮 或者參與罪 所以最初禮出院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開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真的能行禮的儀式 有人參與 但這個可能局限於我們今天說 一批精英 另一個層次就是典籍的記載 譬如禮記 周禮儀體類的記載 我飯都吃不到 都不夠 我為何行到那個禮 建立這個儀式 而你提到的一種 從天子國家的階層 而去到家庭 和個人的階層 其實也有幾方面 我們知道 漢代以後 我們有很多科舉 就是我們讀書 開始普及了 這種普及 就會令到個人 我爸爸 我就會按照 本來有些儀式 我已經在行 我就寫下它 我定立我自己 適合自己的家庭 但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他們都會來源自 可能禮記 或者相關禮儀式的 一些古籍的記載 但它要為了 這個就和我喜歡研究 那個蒙書畫家訓有關 就為了勸介一些小朋友 勸介那些家人 你們要勤勞 你們要讀書 你們要怎樣做都好 它是撇除了很多 繁文玉智 因為你太多繁文玉智 他們做不到 他們把精神拿出來 正如唐太 剛才你說 爸爸用了背 那些 那些就是他們精華所做 這些精華所做 就反映在蒙書 或者在家訓裡面 就會精神出業 而令到一般老百姓 就可以走得出來 實踐出來 從而將禮文化 是能夠普及的 譬如說 如果我講到遠一點 講到韓國 和韓國方面 他們受朱子嘉禮的影響 比起受禮的影響 朱子嘉禮 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它做得到 如果它做不到的話 它沒有辦法看見 純粹讀書人 那樣讀書 它做得到禮行天下 能夠實踐出來 這才是一個關鍵 所以去到今天 為何由禮記再研究 慢慢開始 剛才也介紹過 為何研究蒙書 研究家訓 就是這個原因 嗯嗯 有機會聽你說一下 你的研究結果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問題 我想大家可能要消化一下 總結來說 其實在生活裏面 是處處有禮 如果我們能夠實踐到禮 其實不難的 不難 如果聽盧教授 他跟我們分析 就是說 無論你飲食很簡單 或者你去做運動 都有一個禮的特質 有一個行為特質 我們都很希望大家 是能夠切切實實地 教我們的孩子 教我們的學生 由我們自己本身開始 去實踐這個禮 去弘揚中華文化 多謝大家 多謝盧教授 多謝盧教授和唐女士 講座到這裡已經接近尾聲 我們的計劃將會在明年1月15日 同一個時間 都邀請了清華大學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 彭琳教授 領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許子彭教授為我們主講第三、四次的學術講座 大家可以留意教育局的教師陪伴行事曆 就是第二年度的禮文化教學設計獎勵計劃 這個計劃將會在1月推出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最後 誠邀各位提出寶貴的意見 幫助我們未來同類型的活動提升 請各位在離開 胡議室之前 掃描QR Code填寫文卷 今天的講座到此結束 多謝各位抽風出席 請開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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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